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昏秋战国作为一个百家争鸣的舞台 给了无数英雄们表现的机会 齐国向东 晋国向北 楚国向南 秦国向西 四大强国的扩张使华夏版图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 奠定了今天中国庞大领土的基础 春秋武霸 谁是真正的霸主 是齐桓公 晋伦公 还是楚庄王 什么是称霸天下的第一要素 是仁义 是诚信 还是武力 让我们继续翻开几百年春秋战国 精彩分成的历史画卷吧 上回和您说了 白里希和他的大哥简叔 在应征牛郎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王子腿不是一个能够依靠的人 于是生生地把一份好工作给放弃了 既然放弃了当牛郎 那么要干什么去呢 白里希的选择是回家 是回到自己的家 这一回是简叔陪他一起回来的 因为他认识公知齐 他希望能够让公知齐帮一帮白里希 这里和您解释一下 白里希的老家是渝国 公知齐当时是渝国的上亲 那简叔为什么又认识公知齐呢 因为在十年之前 公知齐也是打工一族 也跑到齐国去混饭吃了 恰好经过了简叔家 在简叔家里蹭过一顿饭 所以两个人认识了 白里希这一回是灰头土脸地回来 他知道自己丢人的 不敢白天回 生怕被人见 可是当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这样的想法了 他甚至想让全村人都知道 自己回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丢人了 因为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见了 家里的蜘蛛网已经结成了互联网 见过面或没见过面的蜘蛛们 在网上已经聊得很开心了 九娘 九娘 老婆 老婆你在哪啊 白里希大声喊起来 他要找老婆 找孩子 现在是真的丢了人了 所以也就顾不得自己面子上丢人了 整条村子都被惊动了 大家都出来围观看热闹 看看白里希外出打工到底混得怎么样 既然大家都出来了 杜九娘的下落就很快有了眉目 原来在白里希外出打工两个月之后 这三星台的女人杜九娘就已经无法生活下去 带着孩子外出讨饭去了 白里希哭了 男儿又累不清谈呢 可是养不起老婆孩子 让老婆孩子出去讨饭 对于男人来说 这是莫大的耻辱啊 大家都哭了 谁没有老婆孩子呢 让生命的空间延伸 听世界 简叔找到了公之旗 公之旗那个时候 已经是国君渔公的红人了 可贵的是 公之旗还记得当年在宋国 吃简叔的那一顿饭 那时他还说过 有空去渔国 我做东 古人说话可是算数的 公之旗热情接待了简叔和白里希 并且一口答应 帮白里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第二天 公之旗带着白里希和简叔去见渔公 推荐他们做渔国的大夫 基本上嘛 渔公就接受了公之旗的说法 这两个明摆着就是海归学者白里希和外国著名学者简叔嘛 而简叔婉拒了任命 他说他想老婆孩子了 从渔公那里回来 白里希很高兴 这一回终于当上高级公务员了 有车有房有粮食了 终于可以过上稳定而体面的生活了 但简叔呢 却不是这么认为 他说兄弟啊 我看啊 你还是不要当这个大夫了 这个渔公 看上去也就是智力中等以下 而且不知天高地厚 我看他悬啊 兄弟干大事要 他的意思是 不仅自己不准备在这干 而且劝白里希也别干 哎 话没说完就被白里希打断了 白里希说 大哥啊 别说了 我道理都懂 我也知道 干大事 是得跟对人 我也知道这渔公不怎么样 可是 大哥啊 我现在是九汉的鱼 饿晕的狼 但凡有个什么吃饭的法子 都不愿意错过啊 白里希说的有点激动 先说你是饱汉不知恶汉鸡 站着说话不腰疼 光有理想是不够的 首先要活下去啊 哎 剑叔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白里希说的有道理 人穷至短啊 现在白里希无非也是想混口饭吃而已 第二天 白里希就任大夫 分了地 有了车 盖了房 摇身一变 笨小康 说话有底气 走路会摇晃 用句后来的话说 是抖起来了 跟随文人的脚步 听世界 听世界 剑叔也替白里希高兴 哥俩大吃大喝了几天 剑叔告辞 回宋国去了 这正是没吃没喝没有房 治国理想放一旁啊 后来白里希就在渔国这么混着 一边派人去寻找杜九娘母子 可是二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 杜九娘母子杳无音信 渐渐的白里希就断了这个念头 全当自己老婆孩子喂了狼了 眼看着就快这么平平安安过一生 像一个老鼠一样无声无息的死掉 可是大概命中注定白里希 不能平凡的死去 于是晋国灭了渔国 国家被灭 白里希的大副职位肯定是没有了 现在他面临两个选择 第一找门路拉关系 争取当上晋国的大副 第二灰溜溜的离开渔国 带一点积蓄去投奔剑叔 但白里希选择了第三个 就是跟渔国去晋国 做渔公的忠臣 渔公后来不是做了小地主了吗 白里希也跟了过去 你别说渔公挺感动的 当年那么多一起吃国家粮的 就白里希对自己不离不弃啊 而且白里希的忠心还感动了一个人 谁啊 周知巧 就是原来国国的那一个大臣 后来投奔了晋国的那个叛徒 其实周知巧呢 也是白里希的老朋友 因为带领晋军灭了国国有功 原来渔国的那一块地方 封了很大的一块送给了他 在得知白里希还跟渔公混之后 周知巧派人把白里希叫过来了 白里大哥啊 你看你啊 死心眼啊 老鱼都破产了 你别跟他了 我给你推荐推荐 也在晋国当个大夫怎么样 周知巧挺佩服白里希的 自己算是一个叛徒 可是人家白里希呢 怎么看都是一个忠臣 白里希哭了 一眼面而泣呀 白里大哥 别这么激动啊 我也就是随便帮帮忙 能不能成 还不一定呢 周知巧连忙劝着 他以为白里希听了这个消息 很激动 白里希擦了擦眼泪 又擦了擦鼻涕 吞了两口口水 这才说 兄弟啊 我不是因为你的话而激动啊 我是后悔啊 你知道吗 当年我跟鱼公混 我大哥简叔就告诉我 跟他混不长 果然他就亡国了 如今想起大哥的话 我就想哭啊 大哥常说 干大事要跟对人 如果跟错了 也不能去跟别人 我跟了鱼公这么些年 现在你让我去跟静猴 不行啊 我都快死的人了 吃也吃不了多少 喝也喝不了多少 跟谁都一样 就是不能跟灭了 我的祖国的尽头啊 周知巧一听 啊 这难道不是传说当中的 高峰亮节吗 后来周知巧又劝了几次 可这老头白里希 倔脾气上来了 不仅不肯 最后还对周知巧发毒誓 他说 如果我当了晋国的大副 你全家不得好死 像心跳般寻常 呼吸般的自然 等等云娘 伴着我早上刷牙洗脸 晚上期待和入眠 都存在 我还会说不明白 那神秘力量 多藏在脑海 慢慢的扩张成了一种 下定决心的肆态 不能改 我要恋爱 心中那个女孩 虚色旺 给我新的希望 就算世界 都是都轻盘大雨 我只需要一把伞 常平凡的依偿 我只适合在 人海发呆 在这个改变的来一切 我只需要一把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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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世界同时都轻盘大雨 我无所谓 爱情就是一把伞 我以为人生难免孤单 我只需要一把伞 过去我 太悲观 我要恋爱 心中那个女孩 心中那个女孩 虚色旺 给我新的希望 就算世界 同时都轻盘大雨 我无所谓 爱情就是一把伞 爱情就是一把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